謝謝主席 主席我請一下健保署長 請健保署署長 紅署長 委員好 署長好 署長按照你們送來的這個修正草案 未來分配給健保安全準備 準備部分將由現在的70% 將由現在的70%降到50% 大概每一年要少掉66億喔 報告委員一年大概會減少66億 66億對不對 那這樣子你會不會擔心健保 以後在財政上的隱憂 跟委員報告 早上我們部長以前有在大會報告過 他希望這個是一個動態性的調整 那因為目前的安全準備 是可以短暫來支應 所以我們有這個辦法 動態性喔 動態性會有麻煩 因為你們這個運作辦法 的修正可能也沒有那麼 也不是那麼快速 就是說你 現在署長的意思就是 譬如說現在降下來 然後有需要的時候再調上去 是不是這樣子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是整個衛福部 各個部門 各個部處 大家所討論出來的一個案子 是這樣 好 主席我請一下蔣部長 請蔣部長 蔣委員好 部長 你們現在想要把 把健保安全準備的部分 的比例 就是 想像上把它改成浮動式的 是不是 他本來就是 本質上面就是可以做調整 因為配合這個辦法 對 可是這樣子 這樣子 做解釋 本席並不是很 很能夠滿意 就是說一個 一個執政的 的前瞻性 就會欠缺 你們應該是 要先算算看 到底 因為畢竟燕圈 我問一下部長 為什麼 為什麼剋燕圈 為什麼剋燕圈 剋燕圈的 對 最主要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 乙駕質量是最主要的目的 希望這樣減少吸燕人口 因為有證據顯示 那 醃的這個價格 往上的話 吸燕人口的 可以下降 所以這個是最主要的目的 那當然如果 所以乙駕質量 我一直以為說是因為 因為吸燕最身體的危害 然後 那當然也是因為要 因為對身體有害所以 所以說部長現在講的是 以價質量是最大的原因 那也就是說 我們用價格來懲罰吸燕者 也不是懲罰 部長 事實上很多吸燕者 他的收入並不豐厚 所以我認為你這樣子的 答詢有問題耶 以價質量 我們把這個捐拿來以後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 煙害防治的相關工作跟宣導 事實上是對吸燕者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就更 就更 更那個 我原本等一下才要問 你知道你們的煙害防治 就是說 就是說用於 用於戒煙治療的 大概只有40% 其他都是宣導 那 其他很多是用在民眾的這個服務 就是大部分就是包括偏遠地區 山地離島等等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講的 講的不是 不是 不是這 我現在講的是 是 我看是哪一個項目 你們其中有一個 有一個項目就是大概 在做宣導類的 所以說我現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中央與地方煙害防治還是哪一項目 對對對 包括地方政府的經費 中央與地方煙害防治 對 有一些是地方的使用 所以我才說 我才說你們 你們 剛剛 剛剛在講的 就是說 欸 你們 你們 做了很多宣導 房治宣導 一些 活動 只有少數 效果怎麼樣 效果怎麼樣 包括委員 這個是多面向 因為像宣導 這個是 增加社會大眾的這個了解 這個部分其實是很重要 對 你們喔 要收錢就收錢 要收錢就收錢 不要一直講 以價質量 因為我覺得以價質量 有幾個盲點 第一 第一就是 就是 它是一種變相的懲罰 第二 香菸事實上是有成癮性 對 所以才會需要這樣 它並不是很多人說你 你以價 它就可以 我們提供戒菸治療 要專業的治療 對 這幾年幫助了 所以 假如說你們是以價質量的話 那本席就直接在這邊宣示 以後你們菸菸要挑戰 本席一定會反對 我一定反對到底 好 因為一開始 一開始 大家的想法 可能是 是 是因為吸菸 所以可能自己的身體 身體 對健保造成負擔 然後 然後周遭的環境變差 這樣子來課宴捐 那你現在署長 部長 都講說 都講說 是以價質量 好 那 那 這樣子的價 已經夠了 這個在國際 比泰國馬來西亞還低 署長 署長 妳在台灣 不要開槌 就有很多位 那的人權 不能比人比較低 人權還是健康很重要 那為了 為了提高 台灣的人權保障 就一包一千就好 那叫署長 以相應的價格 來看台灣的人權 會不會太誇張 署長 不是 因為它是有害物質 它是有害的 有害的 有害的 你們 你們 衛福部 食品安全 管制那麼差 那台灣的物價 台灣的物價要上天了啊 蛤 是不是 部長 我現在講什麼 我現在講就是說 就是說 事實上 菸菌的收入 應該要多數 用在健保 其實 健保的醫療支出 每年以百分之四在成長 那我們辦公室 事實上也經常 經常接受到 到自費 自費的民眾的陳情 自費藥物 民眾的陳情 就是說 他的經濟力不足 可是 可是 這個藥品 是自費 他想吃 他想用 部長應該要把錢花在這個 這個上面才對啦 那個公委員報告 目前的燕捐 是用在 全民健保的安全準備 是安全準備 不是直接拿 就是不能拿 不能拿出來用 並不是直接拿來 不能拿出來用 不能拿出來用 是 那安全準備 安全準備 那現在安全準備 比較充裕 所以我們才 不是 因為你原本的錢 就是 就是沒有花完 你才沒有用到安全準備 對不對 安全準備當然 如果有營餘的話 也可以進到安全準備 不過就是 現在安全準備 比較充裕 所以我們才想說 可以做一點調整 好啦 光是一個 移駕 移駕質量 就已經 就已經 講很多了 欸 欸 部長 我看喔 其實 這次的調整 我也不是全然反對 因為你們終於願意 把 離島的醫療 佔的比例 提高 提的蠻高的 因為 因為事實上 偏遠地區 的醫療資源 真的是很欠缺 所以這筆錢 要好好的用 還有我也趁這個機會 跟部長 溝通一個觀念 就是說 澎湖縣政府 來 來拜託說 你們 相關的轉整 的補助 要減 要減少 然後 然後 要求他們每年 要減少 10% 的轉整 人數 好 市長 好 跟委員報告 其實 我們並沒有減少 他們的 服務的總數 因為現在 我們的化療室也成立了 信道館室也成立了 我們只是希望 他們能夠維持原來的數量 那現在澎湖每一年都提出要增加10%的要求 已經五六年了 那包括金門跟連江都在減少 所以我們希望他們至少維持 那甚至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化療室的成立 跟在地醫療 還有一些其他的資源 所以希望他們能夠做整體的考量 好 部長跟司長我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 轉整費用的高低 事實上是取決於 中央政府對離島醫療的態度 我並不相信說 說真的 真的有很多人 不需要轉整 他想要轉整 多數的人其實是 可以在地醫療 為第一考量 那 現在有可能 我坦白講 這幾年的醫療水準有提高 可是 很遺憾的 醫療信心 並沒有跟著 跟著增強 那這個 這個可能 可能就是 必須要再 再長一點的時間 多一點的 資源 挹注 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 把 把 離島居民 對在地醫療的信心 重新 重新要回來 對 我想 我也對澎湖的醫療 很有信心 因為這一陣子 經過委員 還有很多在地的 大家的共同努力 那大家都往這個方向走 我相信明年就會有很好的進步 欸 對 可是 我們有信心 沒有用 必須要 居民有信心 才有用 我們有信心 距離 居民有信心 事實上 是還有一段 一段差距 好不好 謝謝部長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